打什么呀 我说谈不了你 就是说爱静观静观 爱说怀怀怀怀怀怀 我走着去玩你 你赶我爱人忍你 爱人忍你呀 我现在的诉求就是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各种费用吧 从他目前现在这个介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他这个手术明显 刚才也看到就是说他这个鼻子是有倾斜 甲体就是有偏离 沈阳市辽庄区的陈女士 四年前在赐鱼驼的一家名叫秋之运美雕会所店内做了鼻雕 没想到从那之后就陷入了修复的泥潭 爱相随法相伴 我是您的律政家里人杨玲 陈女士从2020年就开始在这家秋之运美雕会所做了医美项目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 一个项目竟然用了四年的时间来修补 结果把鼻子给补坏了 在十年前在他家做了双眼皮 之后最近又在他家做了双眼皮 然后在他家做一次鼻雕鼻子 然后他啃了 他啃之后他又给我修复 做一次线条你知道吧 线条修复 线条修复之后他给我拽出十多根线 因为鼻孔发臭了 然后他就给我做了这个龙鼻手术 陈女士告诉记者 这家秋之运美雕会所的老板叫小秋 自己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 然后他就在店里 同妹妹一起办了一张一万元的会员卡 在2020年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鼻子的鼻雕 没想到做完之后 鼻子不但没有想象中的挺拔 反而他坑了 这可给陈女士吓狗呛 于是赶紧找到会所 看到陈女士的情况 秋之运的老板小秋提出 可以做一次线雕 对鼻子进行修复 陈女士一看对方态度挺好 还马上拿出了修复方案 便接受了小秋老板的建议 做了修复 结果在修复之后 陈女士竟发现 自己的鼻尖总有臭臭的味道 因为在他家不是做一次两次的 因为这是第三次的 他给我修复第三次的 我是2020年做的第一次的鼻雕手术 就是他是针剂的那种的 之后能有半年多吧 他给我做的又是线雕 线雕之后是每到一个多月 现在鼻子就开始发臭 发臭 反而他就是到童儿补 他给我往出拽的那个线 给我拽出去能有十多根线 陈女士说 自从把鼻子里的线拿出去之后 她的鼻子总是隐隐作痛 于是他再次找到了小秋 小秋又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可以给陈女士植入一个假体 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当时这个老板告诉我 他就说 我这个线脚不是露线了吗 他说 我只是给你就是做一个假体 我搞晒阳给你请医生 我带你上晒阳做 但是他由于说我家里忙 他就说了 你家里也挺忙的 不行我把大夫请到我这个店里 给你做这个手术 我说那也行 他说给你做个假体 省着我给你开刀之后 把那个线取出来 你还闹一个靶子 我就直接给你做个假体放进去 终审了 但是我没合一个后果 是歪斜的这些这些的 因为我没做过假体 所以我不懂这些 那么这种医美整形行为 哪种项目是这种美容机构 可以做的呢 听了陈女士的讲述后 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的张卓律师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就是龙鼻手术呢 他应该是属于医疗的 一级的那个医美手术 一级这个医美手术 他是可以做的这种医疗机构呢 就是说有开设医疗美容科的这种诊所 门诊部或者是一级的综合性医院 我们国家呢 就是这种医美的这个手术等级呢 按照这个风险程度和复杂难度的话 他应该分四个等级 一级是最低 四级是最高 他这个龙鼻手术呢 应该属于最低级的 属于一级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也能看到 除了我上面刚才说的这些诊所 和那个综合性医院以外 我们也看到就有一些 就是医美的这些机构 我们国家其实对这个医美机构的开设 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经过之前的商讨之后 今年的1月12日 邱之运美调会所请来了一位 自称在沈阳有经验医院的大夫 为陈女士做了龙鼻手术 人们对医疗美容服务的需求 不断增长 医美整形行业成为 炙手可热的当红产业 那么在追求美的同时 为咱们的美丽保驾护航的医生 需要哪些资质呢 就是这个医美机构 它必须有专业的 就是国家卫生委 给它颁发的这个医疗机构 职业许可证 而且呢 它在这个许可证的 这个经营范围里头呢 它一定要有注册医疗美容科 而且还有这个医疗美容科 相对应的二级这个二等的 这个相对应的这个美容科目 它才可以去开设这个医疗 那个医美机构 而且这个医美机构 它这个从业人员 也都是有严格的限制 比如说它这个 治疗这个医生 它要有一事之志 然后这个护理人员呢 它要有这个护士证 而且它还有 得有两年的这种 专业的护理经验 像这种就是说 做专业的这种手术的 这个医生呢 就是治疗这个制定方案 和食道操作的这个医生 它叫那个足诊医生 这种足诊医生 我们要求就会更严格 像它这种一级的 比较普通的这种手术的话 足诊医生 就是外科整形 这个足诊医生 它要求它有六年的 外科的整形的临床经验 像有一些 像做牙齿美容的呢 它就是要有五年的牙齿美容 或者是五年的这个口腔的这种临床经验 它有皮肤 或者是中医 这样的就是主治医生 它要求它有三年的中医和皮肤科的这种临床经验 在有上述这些临床经验之外 它还要求它有一年专业的 就是医美的这种临床经验 或者是就进行一年专业的进行培训 所以说你看从上面我这个介绍就能看出 我们国家对这个医疗这个医美这个机构 和医美的从业人员有非常严格的这个限制 就是为了保障我们这个消费者 他在进行这个医美手术的时候 他的这个健康这个程度 所以说我们正常消费者 你要是想选择这个医美的话 你一定要首先你要选一个 有知识的这样的医美这个机构 陈女士在手术之后回到家 一开始鼻子还是有些不舒服 但转念一想 有可能是在恢复期的缘故 所以会有不适的感觉 但是眼瞅过了半个月 鼻子不舒适的感觉只增不减 于是陈女士自行来到了医院拍了片子 将结果拿到了邱之韵美雕会所 我拿到他这里来他说没有病 把那个就是盘紧的衣服就是整来 他也说没有病 这个就是我的鼻子没病 没病的情况下 后来他他家的老板 带我去的聊主那个医院 帮我做的这个第二次这个吸体 当时第二个这个吸体出来的时候 他就说了 那个就是没有病 知道吧 当时找到底下的就是那个吸体的那个主任 他然后出来这个这份的材料 就是鼻甲体外斜穿苦红手鱼 陈女士在4月1日到中心医院拍了CT 根据报告单显示 陈女士鼻中隔右侧偏驱 于是她带着结果在4月10日 来到了邱之韵美雕会所 打算和老板小邱商量后续事宜 昨天我11点多钟来的 我先我先到他这里 他跟我谈的协赏 协赏但是他只是说 他咋说的 他就是这个老板就说拿2万块钱 把我就是2万块钱 包括我的7000块钱手术费 1万块钱之后就是开 就是把这鼻甲体取出来的这个费用 现在这个专业的医生说 你该怎么做这个局势呢 我得把这个鼻甲体得取出来 恢复三个月之后 才能放入第二个家庭 才能恢复 4月10日当天 老板小邱的丈夫金先生和陈女士 以及陈女士的朋友进行了协商 金先生表示可以退还手术费 并给予一共2万元的经济补偿 但陈女士表示不能接受 自己这鼻子可是遭了好几回罪了 这2万元还不包括日后的修复费用 那哪行啊 于是双方便起了争执 说是五千 五千之前我解释 跟人家做的是 多少钱 也说七千多 这是一万一万一二 反正是那边跟人家考虑 那边不上一万块钱 一万是两万块钱 他说那啥行为啊 得做修复啊 他也做修复 他现在谈不上修复 因为他现在谈不上修复 你家里取来他那个鼻子不谈吗 那就是个花园吧 跟之前一样 找对我 对啊 就是找对吗 就是左一只右一只找对 我说那一万块钱就是 我属于是补偿 但是他跟我打算 跟我打算就不一样 人家是告诉我 你得首先你得把家里取出来 金先生表示 陈女士也可以再等六个月 可能会恢复 但是陈女士无法认同这个说法 你取出来了 这个现在不是是恢复六个月 不是没到恢复六个月 你都已经怪你这样了 你还恢复啥呀 就在恢复他还能变成植标的呀 这个是上海人家那个医生 他就谁说的 咱们这个鼻子都已经怪了 他在恢复还能变正好 不是 他啥意思 你是说那一日六个月之后呢 恢复完事他能够斩的 保证他是直的还是斩的 不保证 你不说上海的事 因为咱们不是来上海做的 对不是来你俩做的 对不 你指的是这六个月之后是斩的 咱就停六个月再停六个月 就六个月之后再斩的 你能保证的啥 那个什么比我住 缩走的呗 还得坐一回啊 那你和你这坐完事 咱要的是啥 要的是玩一玩 找着坐一玩 还得重坐呗 不是 有问题了 是解决问题 如果说六个月之后 还出现这个问题 那就是像上海那个 他有一个那个建议 就说这个 你现在不等了 那就取 对不 我这方案已经很好的 咱有问题 咱就把盖子取出来 不就是不放了 不是不放了 晚上怎么解决啊 这事啊 取出来的所有费用都能拿 你就管费用钱 不是 费用 点灯 点灯不着 我在他家已经坐散回了 我在他家坐散回了 不是说一回 这家里 咱上医院 你也带我去了 对我上疗众医院 他都已经是正外人的 你告诉我 回复他就能变症了 哪一个大夫 告诉你说 回复几地我约 他就能变症了 你这个就是跟这个 你问我同学心吗 这个我不懂 这个我不懂 我不是找 我不是 我不认得了 我也没找了 对不 我不在营业座的吗 我找营业干什么 我验臭我呀 我验臭我呀 咱们就是那好吧 打什么呀 我说这谈不了你 就是说 爱听官听官 爱说怀怀怀怀怀 我找了这 你干我爱人 你爱人忍的呀 眼瞅着双方谈不下去了 情急之下 陈女士拨打了报警电话 发生出图了 就是告我爱拿哪儿告去 然后我就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 警察来 警察来说 这个不归他们管 告诉我 你没有权利 不让人走 我说的 我说他鼻子没给我做好 我有权利不让他走 对不 因为没协商了 所以我才选择报警的 但是警察说 这个是归那个 辽中那个卫生院管 所以我们就是 又到了辽中的卫生院 到了卫生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所有的事实 我已经说完了 把所有的证据 我也都 他们也都留下了 就是满疗中都没有 这个就是 做我这个 低甲体 这个脂质的 说邱志运家 他并没有这个脂质 做我这个 龙鼻手术 那个警察来也说 他这个 他这个 就是这个 屋里的 就是这些设施 不够做我 这个甲体 这个 这个脂质 4月11日上午 正在行动的记者 和辽宁 巨东律师事务所的 张律师 一同来到了辽中区 赐鱼驼的 邱志运美调会所 到现场发现 大门紧闭 陈女士告诉记者 在4月10日报警后 陈女士同步将此事 反映至卫健部门 于是从4月10日下午 邱志运美调会所 一直处于歇业状态 陈女士从4年前 就一直选择 相信邱志运美调会所 结果却一而再 再而三的 手术失败 现在陈女士 就是要得到 应有的赔偿 并且选择 其他有专业资质的医院 给鼻子做好 但陈女士表示 在手术前 并没有签订合同 手术后 也没有得到 邱志运美调会所 提供的病例 那么陈女士 还可以得到赔偿吗 我现在的诉求 就是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各种费用吧 从他目前 现在这个 介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就是他这个手术 明显刚才也看到 就是说他这个鼻子 是有倾斜 甲体 就是有偏离 已经外漏了 这种情况呢 首先他说 没有病例 也没有签合同 事前呢 这个机构也没跟他介绍这些情况 那他是存在这个消费者欺诈的这种行为 他可以要求退一赔赏 就是 把他交的这个七千块钱呢 退还给他之后 他要求三倍的赔赏 除此之外呢 他这个肯定是要进行这个修复手术的 因为他现在这种状态 他不修复的话 他也影响他的健康 他这个修复手术这个费用 应该有这个机构 给他做 不能说是医疗机构了 就给他做手术的这个机构 给他进行赔偿 如果这个机构不赔偿的话 他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这个形式 要求这个机构给他 后续他这个修复的这个费用 医药费 住院费 包括护理费 物供费 还有你这个交付费和养养费 都可以要求他进行赔偿 如果你送送了之后呢 你也可以申请那个司法检定 就是他这个 这个修复完之后 现在他不是说是他的牙齿 都是麻木的吗 修复之后 他是否能达到 他原来那种健康的程度 如果达不到健康程度 够不够伤残 如果要是能达到 几级伤残程度的话 可以依据这个伤残的这个等级 那个要求他进行 伤残那个等级赔偿 他所说的这个医生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资格的话 相应的资格 那可能他要涉及到非法刑仪 那如果非法刑仪的话 达到严重程度的话 他是构成刑事犯罪的 正在行动的记者 联系了沈阳市辽中区 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工作人员表示 在4月10日接到群众举报 已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核实 是我们局里边 昨天下午接受一个投诉举报 1235平台投诉举报 说邱志运 美调会所存在医疗美容行为 我们昨天下午接受的件 然后今天上午 我们单位领导 开的专门开的会 组织部署的工作 我们组织的银员 组织车辆 今天到着来检查他这个诊所 是不是存在医疗美容行为 按照这个投诉者的 投诉内容来说 他人家现在存在一个 非法行医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们工作人员 没有具体到他人家 室内进行检查 对室内情况我们不知道 不了解 存在不存在 非法行医 通过陈伟部长的介绍 该美容会所并没有 医疗美容职业许可证 因此并没有做龙笔手术的资质 那么这是不是非法行医呢 这个罚款是对医生 还是对他机构的法人 对机构的法人 它是不属于这个 正规的合法的医疗机构 我们区里整个一个疗中区 没有医疗美容提供 下个我们会走到社区 去询问一下 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情况 问社区掌务掌务掌务掌 掌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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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通过社区 通过公安 能不能找到探务探某 这个罚言 罚言言 如果他们能帮助咱们找到 我们会进行对探务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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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以后 我们有个证据以后 然后才能做出具体的处理一下 为了核实更多的二人信息 工作人员和正在行动的记者 以及辽宁巨东律师事务所的张律师 一同来到了秋之运美调会所所在的 辽中区赐鱼陀第四社区了解情况 说你们第四社区有一个秋之运美调会所 他们家涉嫌非法医疗美容 现在我们到他家去了 他到这个美调会所 秋之运美调会所去了 就是他家没有人 绝连门关着呢 现在我们已经多次给他副人打电话 副人不接听我们电话 我们想通过你们社区能不能找到他的副人 我们需要找到调查了解这些情况 我们也找不到 就是我们他不来这样我们找不着 但是关于他的这些 比如说信息啊什么的 咱们这边了解吧 信息就知道叫金玉本 还是我刚才看的 然后我查一下我们那个经济不查那个 他是在第三社区注射的这个秋之运 然后19年注销了 你是他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那我们看营业执照不归我们管 是我麻的 要知道这个秋之运美调会所可不是在居民楼内 实实在在是一个门市房 如果说社区书记所言不虚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么一个可以给人手术的机构 竟然连工商执照都没有 是完全的无证无照经营状态 为了核实具体情况 记者联系到了辽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这个人本身吧 我们不是说公安购牌 我们能查到的 这个人本身他在我们那注销了 原来他留过一些那个电话 但注销平时我们都抹除了一些东西了 只有基础机器 这个人的电话包括的是那个什么其他的 就是电话机器我们肯定没有 就是有的话也不一定能联系上来 因为几年前的电话 原来说社区也去了 对 社区这款他们还是应该能查 但是他们查不到的情况下 就算公安部门查一下这别 完事之后 他的户口信息 他相应的电话号码肯定存在 肯定有 这款要不我们去查 因为不在我们这 他不是我们这个工商用路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通过查看档案发现 2018年9月 以金先生为经营者 注册了个体工商户 名称为沈阳市辽中区 邱志运美容工作室 并且在2019年2月注销 也就是说4年的时间 该商户一直处于没有营业执照的状态 并且相关部门也并未察觉 但对于此事来说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表示 邱志运美调会所确实无照经营 但对于非法行医的监管与处罚 属于卫生监督中心的管理范畴 他是在一个大道路上 他不是说在比如说在这边楼里 在河北 那个你听我说 他已经注销了 他在大道 你们也去了 我也了解这个情况 门是锁的 我们怎么去接管呢 但他平时门是开着的呀 这个我们不知道 原来是咋的 就是在这个1516年中期 我们有叫咋的 潜质许可 潜质许可就是有的许可证 才能办营业执照 就是原来就是这种 因为就是这种情况 后来在16年之后啊 国家博物院 一无一查呢 就万中创业 大中创业 这么个理念 然后就把潜质许可变成后子 很多许可 都是在办理营业执照之后 去办许可 你知道吗 就是营业执照这块 不是说那个 那个这个经验 那一个标准 谁来到这边办营业执照 都已经 只要有身份证 那那个我 他如果是办营业执照 我们到这就别办 他是主观 他不想办 所以说 这玩意儿不是说 一种因果 而是说 他现在 他原来也办过 他也办过营业执照 他注销 不就不想让他解脱 我们这款呢 也是那种情况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建议可以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尽快和秋之运美调会所的负责人 取得联系 辽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会配合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进行执法行动 以前是我们监督不到 不是说不管 而监督不到 就把他这个业组找出来 找出来什么办法 我们这块找不到 因为在我们注册信息上 已经不写字了 他叫号号 那个怎么办 就是通过公安 查户口 对 查出来 他没在我们这儿注册 我们还不能参与这件事 可以配合医疗部门 我们去跟着去 都有这件事 这个执法服务 我们可以去参与 就是说帮着去干这活 可以配合 但是我们不自主 虽然还没找到秋之运美调会所的工作人员 但陈女士表示 接下来会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 我打算用法律的那个武器来 来就为我维权